中國出大市?限電蔓延 中國多地無預警停電斷水 歡迎收聽新視角聽新聞 繼浙江、湖南及江西等地相繼拉閘限電後 12月21日凌晨,廣東部分地區發生無預警停電停水 而上個月,廣東當局還舉行了歷年來最大規模的大面積停電應急實戰演練 這是限電延伸至廣東? 香港媒體報導,12月21日凌晨,廣東省廣州、東莞、深圳、惠州等市 在毫無預警的情況下斷電斷水,路燈電力也被中斷 街道一片漆黑 不少網民在社交媒體上留言表示 甚至到21日早上都沒有水電可以用 而無預兆停電也令部分地區的醫院、老人院、學校宿舍受影響 停電還導致手機網絡信號一度中斷 官方在早上9點回應說這次停電是因為設備故障 在深圳工作的陳先生對大紀元表示 自從夏天以來,當地停電已經是常態 他說,經常都是這樣,要求工廠或耗電大的工廠 有些白天不准上班,有些晚黑不准生產 說是電不夠用,限電,或錯風用電 叫什麼有罪用電?聽說過年後會更緊張 對於今次突然停電的原因,陳先生表示並不清楚 而據大陸媒體報導,11月19日 廣州舉行了歷年來規模最大的一次大面積停電應急實戰演練 陳先生說,官方一向宣稱中國發電量世界第一 但電一直不夠用 維州有太平嶺核電廠,廣東還有大亞灣核電廠 嶺澳核電廠和陽光核電廠 距離廣州200多公里的廣西陰州也有一個核電廠 為什麼電還不夠用? 以前還說整個三峽大壩的發電夠整個中國用,不會缺電 但現在還是一樣缺電 共產黨宣傳的東西不可信 從12月初以來,湖南、浙江及江西等地相繼接到限電通知 其中,浙江移屋官方要求當地企業嚴格執行限電令 令不少正在趕工消化大量訂單的企業叫苦連天 中共國家電網之前宣布 由於內地用電負荷屢創新高 全國多個省份相繼限電 國網湖南電力更要全面進入戰時狀態 湖南超陽市的易先生對大紀元表示 現在電力確實緊張 他生活的小縣城也經常停電 國家電網發的簡訊說 因為電力供應不足,會選擇性停電 我住在縣政府裡,辦公區沒有停電 但我們住宅區停電 宿舍區有一天停了整天的電 易先生說,家裡開的店現在也早早關門 煮飯就用煤氣,不能用電 路燈也限制用電 兩邊路燈只能用一邊,有些一邊都沒有 整個路段就停電了,很不方便 浙江藝先生對大紀元表示 浙江、義烏、釜山等地都有限電通知 很多工廠都停工停產,商店提早關門 晚刻路燈照明全部取消 看形勢發展,省惠航州市 也可能會出現限電的情況 這個會造成公眾心理不穩 大家會擔心,生活、工作會受到很大影響 湖南長沙供電公司對媒體表示 湖南的電力短缺是由於氣溫低和發電能力下降 供電短缺的原因包括燃煤減少,水負水位下降 風力發電受冰凍影響 而之前《環球時報》發表的一篇社論說 中共國家法改委要求電廠進口煤 採購要全面開放,不能限制通關 資料顯示,中國是全球最大的煤炭消費國 煤炭是中國照明的主要能源來源 而從今年9月開始,澳洲煤炭船隻被禁止在中國港口射貨 外界認為電力短缺與中共封禁澳洲煤炭有關 旅美獨立學者,時評《珠蘭》作家戈碧冬對《大紀元》表示 中國並不是煤炭富裕國 時至東日,中國北方發電取暖的煤炭需求確實缺口很大 而佔中國煤炭需求40%左右的內蒙古等地的煤炭 又含有其他物質,是造成中國的大氣污染 PM2.5上升的主要原因 所以,澳洲煤炭對中國的國際民生非常重要 葛碧冬說,但是邪惡的中共他們根本不在意國際民生的需求 他唯一在意的是他國際霸權主義的需求 所以,以反傾銷為藉口,在對澳洲貿易戰中選擇煤炭 中共的這種邪惡也是舉世無雙的 時事評論員田元對《大紀元》表示 中共在過去30多年的所謂改革開放 已經將中國的優質煤基本採光 而煤炭品質與發電量有很大關係 低品質煤因為含碳量低,會令發電量變低 現在普遍用的渴煤就存在兩大問題 發電量低而且污染非常嚴重 田元說,澳洲出口中國的煤炭是以優質無煙煤為主 這種煤是發電與取暖的首選 如果中國不進口澳洲優質無煙煤,它會採取兩種手段 一,是使用強迫行政手段,迫大家不要用電 直接把取暖關了,讓小區沒有供暖,讓工廠沒有電用 另外,如果澳洲無煙煤斷供,中國的鋼鐵廠也需要使用劣質煤炭 這便會引發對經濟、環境、民生的嚴重傷害 但中共是一個極權體制,它不會去考慮這些問題 它想給一些國家,一些顏色看看時,它會做其他國家不敢做的事 今次的《紳士閣聽新聞》就到這裡 請記得訂閱、點讚 本節目《粵語版》即將加入大紀元的Patreon 請大家多多支持 《粵語版》即將加入大紀元的Patreon